大家好,我有时候不禁觉得科学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东西 因为科学既没有办法回答20年后,等待人类的将会是什么 也没有办法预知我们明日的命运 却能大致计算出10亿年后我们所生活的地球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透过制作这部影片,并查询了许多资料之后 我们了解到已经有许多艺术作品 大多是书本或者是电影 甚至是电子游戏都已经想象过数亿年后的遥远未来 不过和这些文字以及游戏中的想象相异 科学家们则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欢迎来到Top10频道 还请借给我们10分钟 我们即将要展开前往遥远的未来世界的旅程 那么就赶紧出发吧 红色太阳 来到5亿年到10亿年后的地球后 我们首先会发现地球的温度明显升高 这是太阳的恒星演化所造成的 太阳会逐渐燃烧殆尽 并迟早会于太阳的自身中心开始燃烧氦气 最后太阳会逐渐膨胀 变成一颗红巨星 但这并不是会在这几十亿年内发生的事情 而是在更遥远的将来 随着时间过去 太阳的活动会更加活跃 表面会呈红橘色而非黄色 但是在恒星膨胀的问题中 这并不是重点 地球上的平均温度约摸会上升到40度 虽然我们尚未确定地球上是否还会有我们熟知的季节 不过或许恶化的温室效应 会让地球表面上的温度分布变得均匀 也会夺走我们的四季 而因为组成星座的行星们会进行自行运动 因此它们位置也会改变 我们所知的星座的形状也会发生变化 除此之外 你还记得你每次仰望天空都会先注意到什么吗 是的 恐怕我们所熟悉的月亮也会发生改变 月亮将会逐渐远离地球 当地球诞生时的当时 月亮离我们相当近 悬浮在夜空中的月亮 在当时可说是非常巨大的 顺道一提 这也是提升地球温度的一个要素 它也影响了地球液体状核心的形成 这也使得地球成为内地行星之中 唯一具有稳定磁场 以及板块持续运动的行星 约六亿年之后 月亮会远离地球 我们不会再看到完整的月时 只能看到一个环形 而我们也不知道月亮在哪之后会迎来何种命运 它可能会完全偏离地球轨道 并开始绕着太阳运行 也可能继续作为一个距离非常遥远的地球卫星 不管如何 夜空中的月亮将会越缩越小 只留下朦胧的身影 简单的地理学 众所皆知 地球上的板块飘移 距成大陆之后 又会再度分裂 这现在地球上的板块主要分为两个群组 第一组是两个美洲板块 以及非洲和欧亚大陆板块 第二组则是澳洲 南极洲 以及格林兰等大陆 而在约两亿五千年或是三亿年之后 这些板块们会像之前一样 形成一个超大陆 科学家称呼这块板块为终极盘古大陆 也就是地球上最后的大陆 而为什么它会被称呼为最后的大陆呢 答案很简单 因为在终极盘古大陆形成之后 所有陆地上的大陆板块就会停止动作 也就是说 在十亿年之后 我们就能看到地球上唯一的大陆了 板块运动停止的原因和地球温度上升的原因相同 现在地慢和地壳之间正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物质交换 也就是所谓的碳酸盐硅酸盐循环 太阳辐射的增加会影响此循环 并同时也让海洋的水分蒸发 这种现象会让空气变得干燥 岩石增加硬度 海洋逐渐缩小 约六亿年之后 地球上的地震活动就会停止 我们会在十亿年后的地球上看到一个巨大的大陆 以及虽然已经变小 但仍占地球表面约50%到60%面积的海洋 虽然海洋缩小让人觉得很可惜 不过没有地震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呢 你也是这么想的对吧 王者之国 接下来要到最有趣的部分了 在终极盘古大陆之上 究竟会栖息着哪些奇异的生物呢 生物的进化过程已经让我们惊讶不已 而远古地球的丰富生态 也激发了许多生物学者写出精彩的学术著作 那么数亿年后的地球中存在的神秘森林 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奇呢 答案是零 很可惜的是 事情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顺利 十亿年之后 我们将会看到一片毫无生命现象的死寂沙漠 板块运动的停止将会敲响第一个警钟 随着地漫凝固 板块之间的缝隙消失 火山喷发的次数也逐渐减少 火山不仅会释放出熔岩与火山灰 也会释放出光合作用所需要的二氧化碳 当然人类呼吸时也会释放二氧化碳 但老实说这些远远不够 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主要来源是地球地壳中的自然现象 不管如何 光合作用都将无法进行 这也导致空气中的氧气成分下降 植物以及动物都会逐渐迈向死亡 约于6亿至7亿年之后 生物就会开始逐渐灭绝 而且这会是地球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植物的死亡会全面地影响动物的生活 也会导致生态金字塔完全被破坏 氧气并不仅是呼吸的来源 它形成臭氧层 保护地球免受强烈太阳光的伤害 当氧气消失后 辐射量也会增加 从极端饥饿中生存下来的生核生物种 也必须要面临新的挑战 那就是突变以及身体内恶性肿瘤增加的现象 也就是说 长命物种将面临全灭的命运 虽然昆虫以及镊齿类动物应该得以存活 但它们该以何种食物为生也是个大问题 北极、南极以及海洋中的生物应该能存活最久 不过随着来自太阳的放射线逐渐增强 存活下来的生物也不得不面临相同的命运 最终只有最单纯的真核生物 也就是单细胞生物们 能够继续存活在地球上 直到太阳进一步膨胀 并彻底摧毁地球上的生命之前 它们仍可以留在地球上数十亿年 人类究竟能做什么? 人类能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准备好遗言 然后躺进墓穴里吧 这当然是开玩笑的 还请不要生气 首先,先不要说十亿年 我们甚至无法想象 一千年后我们的文明将会变得如何 说不定人类会变为 比现今更为高等的存在 并离开地球这个家园 以及人类文明的摇篮 我们有充裕的时间 可以对太阳系的行星进行地球化 让它适宜人居 就算有个万一 太阳也会替代我们进行行星的地球化 随着太阳膨胀 它会将火星加热到适当的温度 并顺带加热这颗巨行星的卫星 就算这些事件 并不是发生在遥远的未来 而是不久之后 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因为人类还有足够的时间 去调查太阳系 以及银河系中其他的行星 并找寻适合居住的地方 既然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就算面对世界末日 根据以往的经验 人类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 就撒手放弃了对吧 不过 有点令人难过的是 现在居住在地球上的人们 其实也不需要去担心这种事 不禁感到有些唏嘘呢 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你们观赏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次的影片很有趣的话 我也会很开心的 喜欢这次的影片的话 还请帮我们分享给朋友 以及按赞 有时思考一下 数亿年后的人类即将面临的问题 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呢 更何况只花十分钟 就能大略理解这些知识 而现在我已经在悠闲地烧开水 并准备要喂猫呢 猫咪对于这种重大议题 可能都是不屑一顾的吧 毕竟它们可是活在当下的生物呀 有时候学习猫咪的猫生哲学 应该也很不错呢 就让我们把握当下吧 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